这集开篇取景地设在了比利时安特韦普 那是一个充满中世纪情调的美丽古城 剧中卓越为了弥补过失 只能充当临时导游 带着城号一行人游览安特韦普 通过电视镜头 这座港口城市的魅力一览无余 接连临次结底 随处可见的中世纪古建筑 高潮神秘的教室工艺 热情奔套的啤酒文化 浪漫甜蜜的巧克力制作 在列艾先生的镜头里 比利时每一幀画面都免得令人心碎 这也让不少观众暗念不住自己早晨的心 纯纯表示想要跟着近东去旅行 巧克力和钻石 单看这两个东西 就觉得安特韦普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恋爱先生已经决定把命运地点定在了 比利时了 希望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回忆 不过也有网友打趣道 情情限制了我的想象 我还是跟着恋爱先生的镜头 感受一下就好 剧中江顺英之眼的 卓越 人们在比利时酒店工作 对应程号之间的误会 与一系列连锁效应 惨被酒店提出 只好回国萌生 这一队固队园的故事 也逗落了观众 你是给我交过学费 还是换过尿布 我有什么义务 让你赏金鱼目 本事同个人生 间间更健康 这世界上最窄的路 就是冤家达的路 京东江顺英在剧中几乎一见面的部队 碰到出大人间距 十分不一 也让观众很好奇 这俩人以后怎么谈恋爱 在江书影看来 卓越这个角色 也是许多当代都市女性的缩影 她是一个家人长事的都市女性 她一个人去比利时留学 在北京打拼 看起来生命力很顽强 很二 但是内心是很渴望被温暖的 最终 李曾汉所饰演的《宋灵女》 曾对她说 其实刺猬会比兔子更需要拥抱 这句话不仅打到观众 也被江书影影迹至今 认为是对卢越的完美解读 在第三集最出场的《宋灵女》一夜之间 也成为了人际角色 种种暖心举动 让她被称为幸福舒适男友 不仅陪吃路边摊 陪看房 还会给予门口车灯惊喜 可谓是敌暖男 绅士细腻等好男人雕签于一身 但是在她永远真爱的背后还强着 然后 是其开篇取景地 设在了比利时安特卫普 那是一个充满中世纪情调的美丽古城 最终卢越为了弥补过失 只能充当临时党流 带着陈浩一行人游览安特卫普 通过电视镜头 这座港口城市的魅力一览无余 接连名次截笔 随处可见的中世纪组建筑 高超神秘的教室工艺 热情奔套的啤酒文化 浪漫甜蜜的巧克力制作 在恋爱先生的镜头里 比利时每一幀画面都免得令人心碎 这也让不少观众暗念不住自己躁着的心 而他表示想要跟着近东去旅行 巧克力和钻石 单看这两个东西 就觉得安特卫普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恋爱先生已经最近把命运地点定在了 比利时了 希望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回忆 不过也有网友打拘到 人情限制了我的想象 我还是跟着恋爱先生的镜头 感受一下就好 剧中江飞显演的卓越 原本在比利时酒店工作 对应程号之间的误会 与一系列连锁效应 惨被酒店开除 只好回国萌生 这一队部队员的故事 也逗落了观众 你是给我交过学费 还是换过尿布 我有什么义务让你赏进阅目 本市同个人生 间间更健康 这世界上最窄的路 就是冤家达的路 近东江飞显在剧中 几乎一见面的部队 碰撞出大人间距 十分不一 也让观众很好奇 这俩人以后怎么谈恋爱 在江书影看来 卓越这个角色 也是许多当代都市女性的缩影 她是一个家人长事的都市女性 她一个人去比利时留学 在北京打拼 看起来生命力很文强 很二 但是内心是很渴望被温暖的 最终 李曾汉所饰演的《宋明日》 曾对她说 其实刺猬会比兔子更需要拥抱 这句话不仅打到观众 也被江书影影迹至今 认为是对卢越的完美解脱 在第三集被出场的《宋明女》一夜之间 也成为了人际角色 种种暖心举动 让她被称为幸福舒适男友 不仅陪吃路边摊 陪看房 还会给予门口车灯惊喜 可谓是极暖男 绅士 细腻等好的人标签于一身 但是在她永远真爱的背后 还抢了仗 然后 这集开篇取景地 设在了比利时 安特卫布 那是一个充满中世纪情调的美丽古城 最终 卓越为了弥补过失 只能充当临时导游 带着称号一行人游览 安特卫布 通过电视镜头 这座港口城市的魅力一览无余 接连 名次截笔 随处可见的中世纪组建筑 高超神秘的教室工艺 热情奔套的啤酒文化 浪漫甜蜜的巧克力制作 在列先生的镜头里 比利时每一帧画面都免得令人心碎 这也让不少观众暗念不住自己造的门心 所谈表示想要跟着近东去旅行 巧克力和钻石 单看这两个东西 就觉得安特卫布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列艾先生已经决定把命运地点定在了比利时了 希望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回忆 观众 你是给我交过学费还是换过尿布 我有什么义务让你赏金鱼目 本事同个人生肩肩更健康 这世界上最窄的路就是冤家达的路 近东江水影在剧中几乎一见面的部队 碰上了图 大人兼具 十分过瘾 也让观众很好奇 这俩人以后怎么谈恋爱 在江水影看来 罗月这个角色 也是许多当代都市女性的缩影 她是一个家人长式的都市女性 她一个人去比利时留学 在北京打拼 看起来声音力很顽强 很二 但是内心是很渴望被温暖的 最终 李曾汉所饰演的《宋宁女》 曾对她说 其实刺猬会比兔子更需要拥抱 这句话不仅打到观众 也被江水影迎记之心 因为是对罗月的完美解读 在第三集才出场的《宋宁女》一夜之间 也成为了人际角色 总统暖心举动 让她被称为幸福舒适男友 不仅陪吃路边摊 陪看房 还会给予门口车灯惊喜 可谓是敌暖男 绅士 细腻等好男人雕签于一身 但是在她永远真爱的背后还强着